今天BS 陳健壞事 帶您掌握國內外最及時的新聞內容 還是要持續帶您看到這個蘋果的發表會 其實裡面呢 最受瞩目的當然就是iPhone 16 但它的價格是維持不變 所以呢 這裡讓外媒的預測呢 是全部都失敗了 根據ET Today的報導呢 其實這個蘋果的秋季發表會上面呢 就公布了iPhone 16全系列的價格 但是價格是全部都沒有上漲喔 是跟去年維持一樣的 所以包含像是iPhone 16 還有iPhone 16 Pro系列 其實分別呢 都是以799元美金 還有999元的美金來起售 而換到台灣的部分 價格同樣也是沒有調整 跟上次是一模一樣 所以以iPhone 16的售價來說呢 其實定價就會落在29900元開始來賣 而這次的新機型有一些新亮點 包含呢 是有多項的改進 以及有更高效的A18晶片 增大電池容量 還有這個新增的操作按鈕以及相機的控制功能 而這回裡面比較不一樣的當然還是在這個iPhone 16 Pro來說啦 因為它除了有搭載剛剛所說的A18的Pro晶片之外 其實螢幕的尺寸也變大了 改成6.3吋還有這個6.9吋 甚至還配有這個錄音室等級的麥克風 所以國民會不會買單 其實接下來還要持續來看 但是呢 這怎麼會有人 明明就是去參加玩棒球比賽 可是卻被誤會了 說你是不是要來找茬還是姿勢 根據聯合報的報導呢 其實就是在前天的上午 在高雄的小港區 其實是有舉辦一個廟會的繞進 但是警方在執勤的時候就發現有兩名騎機車的男子 他的泡泡裡面就插著三根的球棒 所以警察就無以為他們是不是要來姿勢的球棒隊呢 甚至還請他們必須要來停車檢查 但是這兩個男子呢 他其實非常無奈 因為他就跟警方說真的沒有 因為我們才剛參加完球賽 所以才會帶著這個棒球 而且他還馬上套出了這個球衣跟球鞋要來證明 最後警方也證實的確他們是參加完棒球的棒球隊 並不是呢 要來姿勢的 最後也讓他們兩個人是自行離開 不過整體事件其實是引發這個網友的關注 而對警方的誤會 其實也會有相關的更正 好 接續要帶您回到 也就是政治的焦點 可以看到這個柯文哲其實現在是被羞押禁見的 不過馬英九的基金會執行長 也就是肖旭層 其實他也聲援了 說馬英九是被司法迫害 但是現在就被酸囉 他說因為當初炮火猛烈的人 其實就是黃國昌 根據自由時報報董呢 其實肖旭層就說 因為馬英九當年也是遇到相同的狀況 所以他才會對柯文哲的處境 感同身受也很同情的 但是名嘴黃志賢就批評了 他說其實當初打馬不遺餘力的人 就是現任的民眾黨的立院黨團總召 也就是黃國昌 所以他就質疑 你是不是在幫上迫害馬英九的人來求饶呢 但是肖旭層他也強調了 他說除了聲援柯文哲之外 其實更重要的 當然是要聲援被政治力量破壞的司法體系 也呼籲這個在野黨應該要來團結起來 一起來對抗執政黨的不公 好 再次要帶您看到是這個國際的焦點 也就是日本現在是出現了所謂的米荒 而且這個是30年來最嚴重 就連這個星系也缺貨了 所以政府就趕快想辦法推出了新米 但是價格卻是讓人買不太下去 根據Ttoday的新聞報導 日本出現米荒呢 關鍵原因就在2023年受到酷暑的影響 所以整體得到米流通量是比較減少的 再加上8月遇到了地震還有颱風的影響 所以有不少人是出現了一些囤米 導致以現代市場來說 白米是相當短缺的 但即使新米呢 在9月上市 剛剛有提到 因為這個價格是比去年上漲是3到5成 所以價格這麼高 當然有民眾呢 就放棄了購買 所以以目前來看 包含了東京還有大阪幾個主要的消費城市 依舊白米是很短缺的 而雖然新米呢 供應後是覺得可以平息米荒 但是價格實在是太高 甚至連這個外國觀光客增加 其實也對白米需求帶來一些壓力 也進一步的推高米價 好 最後要帶您看到這個德軍的艦艇呢 其實是要沿你通過台海 但是這樣的計畫 當然就引起中國大陸的不滿了 根據中央社報導 其實德國是計畫要在9月的中旬 派遣軍艦穿越台灣海峽 但是北京就提出嚴正的抗議了 不過像是德國的國會外委會的主席 也就是羅斯 他就強調 他說這個舉動呢 是為了要捍衛航行的自由 而且並不是挑釁 更說這台灣海峽是屬於國際的水域 批評中國的抗議是試圖要來削弱國際社會 對台灣的支持 同時也警告如果台海發生了一些軍事衝突 其實會對全球的經濟造成災難性的影響 所以呼籲這個德國應該來效仿 荷蘭或者是加拿大 透過這個軍艦通行台灣海峽 來表達對區域穩定的支持 以上就是為你掌握到最極限的新聞內容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